怎麼是你 對不起啊 讓你失望了 我又成功了 其實當時離開 你是為了偏側 現在看你成功了 當時的犧牲也是值得的 你待會要去哪裡 西門町 我也要去西門町 西門町 一會兒西門町見 怎麼是你 對不起啊 讓你失望了 我又成功了 其實當時離開 你是為了偏側 現在看你成功了 當時的犧牲也是值得的 你待會要去哪裡 西門町 我也要去西門町 好 一會兒西門町見 因為是你 甚麼是你 對不起啊 讓你失望了 我又成功了 其實當時離開 你是為了偏側 現在看你成功了 當時的犧牲也是值得的 你待會要去哪裡 西門町 我也要去西門町 好,一會兒新門店見 像這樣子能夠相夫教職,能夠持家的 那幫我一起發展經濟的這種女孩子真的不多 她滿身都是優點,納媒滿身都是優點 她沒什麼缺點,唯一唯一最大最大的缺點就是長得太漂亮了 這是她唯一最大的缺點,你懂嗎? 大家好,那就於今天有些媒體的朋友也在提到 包括很多網友在提到說,我跟我老婆納媒 那很少合照,那也平常比較少時間相處出去 那我現在想說,是不是我跟老婆之間沒有在一起 其實都不是啦 因為她本身已經經營好幾年,她在做服飾的批發 納媒在做服飾的批發,很忙,她每天早上 9點一定要出門,跟廠商對接,然後回來還要請員工盤點 整理,還有很多事情要忙,包括她自己有好幾個直播主在幫她帶貨 她是幕後的老闆,她自己是不露面的 這是第一個重點,第二個重點就是說,平常我也很忙 我每天都是要談生意,要處理公司的事情 其實我們兩夫妻大概只是晚上睡覺之前 有辦法好好的可能聊一下 如果小朋友在睡覺,她顧小孩 她睡覺我就不吵他們了 我們夫妻8年來,老夫老妻的我常講 相處之道就是這樣,就是 在同一個屋簷下我們在生活 就是說,她有她忙的事情或我忙的事情 平常就是說,她還是以小孩為主啦 因為小孩要黏她嘛,像這樣子能夠相夫教職 能夠持家的,那幫我一起發展經濟的 這種女孩子真的不多 她滿身都是優點,納媒滿身都是優點 她沒什麼缺點 她唯一唯一最大最大的缺點 就是長得太漂亮了 這是她唯一最大的缺點,你懂嗎?